嗨 出名的小红帽 炒果条 我们到了出名的炒果条 小红帽炒果条 很香很香 出名的炒果条 炒果条 而且是用火炭炒的 所以那个香味太香了 炭香 哇 人山人海 这个经常的鱼道 有一个鱼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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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倒掉水 被爸爸骂 整个脸抽到 衣服都适合 所以现在看到老板 这个已经吃完了 等下你吃鱼道 鱼道好吃吗 对 对 有一个鱼道 有一个小红帽 炒果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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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口马上就是拿虾来吃 这种币的海色很炒 这个红红的 辣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小锅条 好吃 它的锅条很有弹性 很有弹性 它不是烂烂的锅条 它是烂烂的锅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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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拉着得拉一下 第一天忙着匕首华叫 妈咪忙着吃 哥哥忙着躲猫猫 这边的果条不一样的哦 它这边的果条是QQ的 不是烂烂的 妈咪就是喜欢这种口感QQ的果条 我爱吃果条的QQ竟然也都好吃 你会用筷子啊 你要小心啊 可以吗 不可以啦你还不会 它这个筷子肥肥的比较难用 那我用筷子肥肥 是哈 嗯 OK你先用茶快快吃先 哇你看二哥已经吃完了二哥 二哥 好吃吗 啊 什么 爷 是 好吃吗 哇这样大口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吃果条 大哥超不爱吃果条的 可是刚才试了一口 他就讲OK可以 因为他没有烂烂的 他也是不喜欢烂烂的口感 哇哇 没有烂烂的口感 插烂的口感 还是喜欢烂烂的口感 都信尾不再烂烂的口感 就是反正的口感 昨天开门 有个烂烂的口感